夢想的人的入場倦 可是你有這個票進來以後 不代表你會紅 因為30萬人 摔到之後變成100人 可是各位可能最後10個人變成寶兒 最後10個人變成少女時代 但是其他的人呢 怎麼辦?不見了 所以在練習生涯裡面 平均是3年到5年 都放生計劃7年 少女時代有一個數據 這也是周刊上做的一個調查 像女時代每一個 現在只有一個人不是所有成員 一個成員他們花30億韓元 天啊 這麼多錢就很厲害 好厲害喔 他有人形容就是 當然經濟公司很多花錢 沒什麼了解 JYP就是補正義的英文解釋 那我們講補正義可能台灣的觀眾會覺得好陌生 就是這樣 其實我們歌神張學友有一首歌 剛年就是頒唱他的歌 哪一首 我們來聽一下這首歌 聽了大家就知道 哦 頭髮換了頭髮換了 好 好 現在那個VCR 當然他也很想要進去我們的公司 嗯 所以雖然說 剛已經講了嘛 我就是要賽哥美女嘛 嗯 可是我還是要去面試 我還是要去試鏡 然後因為 他去了好幾次都被打槍 好 甚至他被講說 我就是要帥哥你來幹嘛呢 已經被講成這樣了 對 結果他在最後一次被打槍的時候 他走在街頭 他到一條 你看你可以想像 那個風吹起 然後兩邊就 我也 對 兩邊在賣酒 兩邊是那個 韓國的酒街燒酒吃 然後呢 在那個時候秋天風這樣吹來 然後呢 他在他出道 他在他出道 我們出第六張專輯的時候 嗯 那個時候 就是這個 吳爸寶兒去日本人 我不清楚 但是他是在2001年 嗯 他呢 就資深到美國 拿到美國去幹嘛呢 他就拿他的專輯 美國這麼大 他跑了兩百多間唱片公司 哇 發行的會專輯 出道 谢谢观看